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杨 今天我要教大家非常有趣的一个魔术 首先是一副扑克牌 扑克牌我们都知道 背面都是长这样 对吧 那正面呢 我们都知道扑克牌基本上有两种颜色 可以这样说 就是红色跟黑色看到没有 还有白色 对 但是花色的话可以这样砍对吧 现在这个牌是红黑相间的对不对 如果用最快的速度 一秒钟时间之内就把红黑分离开 有没有可能做到 一两张鼠肯定不可能 对不对 现在状况是红黑相间 对不对 没错 好 下来再看 我们试一下一分钟 不是一分钟 是一秒钟 大家把它弄好 注意看哦 1 你觉得成功了吗 黑色 那张是红的 哪一张 第一张 好 放到这边就行 好 稍微出现了一点点bug 但是问题不大 OK 怎么样 牛逼吗 嗯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红黑分离啊 一秒钟 红黑分离 谢谢大家 OK 那这个红黑分离呢 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秒钟怎么就能够把红黑分离开呢 这不可能啊 对不对 首先这个牌呢 是一个道具牌 它是一个一头大一头小 是一个T型牌 一头大一头小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对不对 这边红的全部都分开在里面 然后这边呢全部都是黑的 这边都是黑的 然后你事先把它分开之后 好 它这个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有看到吗 这边其实它们 你看 我这边都对齐了 这边都对齐了之后 它这边你看到没有 这边出来像一个角 看到没有 对吧 它就是说 这样是一头大一头小的 然后你就这样子的状态 把牌洗进去 把这个红黑的牌洗进去 洗到里面去 好 像这样子 好 洗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边有一些参丝不齐的感觉 看到吗 这个边 哪里啊 就这个边 模糊掉了 模糊掉了什么都关系 像这样的话 你就要轻轻的在这边手上也拿 你看 很清楚就可以把牌拔出来 那拔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拔的全部都是黑的 这边呢全部都是红的 诶 这就是这个牌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门子所在啊 所以就是这样 你一开始就给大家看 这牌现在是洗进去了 红黑红黑对吧 相见 然后你只要 这需要有一定的手感啊 当你有这个牌就知道怎么做了 好 洗进去之后就要两边手这边压的 然后轻轻的 你可能一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一次 一次可能分的没那么干净 诶 然后你合在一起 感受一下 诶 这就分好了 你看我们打开给大家看 这边你全部都是黑的 这边呢就全部都是红的 OK 当你有这个牌就知道怎么做了 红黑分离就是这样做的 一秒钟如何红黑分离 你需要的就是一副T型牌 好 这就是这个魔术的讲解 希望大家会喜欢 欢迎过在我们视频下方点点赞 我是明杨 下期不见 不散